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pel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由Ocean創意工作室所出品的 電影最終騎士探長的升級轉印貼 這一款電影第五集的探長 再加上吳醫生的配件包之後 整體是更還原電影裡面的形象 不過它還是缺乏了非常多 電影裡面應該有的塗裝以及細節 那這份轉印貼就是為了補強這些細節 在貼的時候你是必須一塊一塊的把它裁切下來 然後泡水大概10到20秒 接著再利用一些小工具 把這個轉印貼轉移到玩具的上面 調整一下位置就放著讓它乾燥 貼起來是非常耗時而且費工的 不過整體貼完的效果是非常的正點 加上了轉印貼之後這一款探長可以說是完美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在車頭這裡有新增文字 側面有新增紅十字 車身上新增了一些Caution警告的標語 這裡也新增了細節 配件方面這裡有新增一個紅十字 後面有一個美女圖 上面還有一個文字 那這些細節都是比照電影裡面的造型所設計的 看到車尾的部份 上面有新增CR1017 兩側有新增美女圖 還有一些非常細小的文字標語 下面原本還有兩張貼紙 但是這兩張貼的並不緊 稍微碰一下就掉了所以我索性就不要貼了 那不貼看起來也沒有太大的差別 兩側的細節看起來是一樣的 那在貼的時候要稍微注意 這個轉印貼是非常脆弱的 當它是濕的狀態之下 它是蠻容易破裂的 像我這一塊貼紙就弄破了 那這份細節轉印貼主要是針對載具形態而設計的 在貼完這些細節之後呢 整體看起來是 非常非常的屌,非常正點喔 與電影裡面的造型也是更加的還原 順此一提 之前我在介紹吳醫師的這款配件的時候 我說這兩塊腳底在載具形態之下沒有收納的地方 它其實是可以安裝在這個槍的兩側 把它所有的武器都安裝上去的話 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看起來攻擊性是變強了,但是一些細節就會被擋住 那接下來我們把它變為人型再來看一下 在變為人型之後看起來帥不帥 各位你們說 我個人認為在載具形態之下改變的是比較大的 人型新增的細節並不算多 那一些在載具形態之下的細節也延續到了人型 我剛剛在變形的時候頭上這塊貼紙居然就給我裂開了 而且這個裂開之後就救不回去了 真的是非常可惡喔,只好把它腦補成戰損了 頭盔的側面也有新增兩張比較小的紅十字 肩膀的部份也是新增紅十字的標誌 以及在腰包的部份有新增兩張紅十字 其餘就沒有任何新增的貼紙了 人型之下改變的並不大 不過搭配上吳伊斯的這把武器之後 看起來是更加完美的 那這款電影最終騎士探掌升級轉印貼 車型之下補強了非常多應該有的細節 人型則是一些畫龍點睛的點綴 貼的過程是非常耗時費工的 那在貼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這個轉印貼是還蠻容易損壞的 而且它並沒有附贈多餘備用的轉印貼給你 所以這個貼紙一旦壞掉了就沒辦法救了 貼在一些平整光滑面是非常牢固的 但是如果貼在曲面上的話呢 就要小心一點 它是有剝落的可能性 非常感謝詹文凱先生贊助這一份貼紙 讓我來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那這款最終騎士探掌升級轉印貼的分享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分享給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的名字是OptimusPrime 我們是自動物的自動物 從世界的Cybertron